夜晚街头,一名男子离奇死亡 几个月后,死者父母铺成被告 是什么让曾经的亲情变成怨恨 对不公堂,矛盾能否化解 行与法的冲突中,法官又该如何采取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夺子大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4年12月9号上午9点半 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等候开庭的人群中 一位老人突然晕倒了 老人名叫王静生,65岁 是当天即将开庭的一起案件的被告 这名张望中的女子叫李吉慧 是王静生老人儿子的女友 就是她把老人告上了法庭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洪泽县人民法院民事法庭的门口 随后这老人就被家属送到医院去了 老人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他打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司 这起诉讼跟几个月前的一场车祸有关 2014年5月2号晚上9点40分左右 洪泽县的出租车司机庄伟 刚拉上两名乘客 还没驶出200米就出事了 就行驶到好友饭店门口 发现突然车好像电了一下 就感觉到好像压到什么东西了 庄伟觉得不对劲 赶紧踩了刹车下车查看 这一看庄伟惊呆了 吓我一跳 车下面躺着一个人 当时前人压过去了 我爬下来一看 这个人可能嘴里面在吐血 眼前的这一幕让庄伟不知所措 当时他的车刚起步 时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 车底下的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头脑里面就是一片空白 已经蒙了 不知道怎么办好 庄伟还没有回过神来 几名警察就已经赶到了 报警的是事发现场附近饭馆的老板 他反映有一个喝醉酒的男子闯到了他的饭馆里闹事 其中一个人呢 就说李老缠着我干什么 推了他一下 他也就顺势的 就朝地上一倒 有目击者证实 醉酒男子被一名客人推出了饭馆 之后就倒在路上不肯起来 这时庄伟恰好驾驶出租车路过 男子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经辨认死者正式节目开头 晕倒的那位老人王晋升的儿子 叫王正斌 不久后 洪泽县警方对这起交通事故 做出了责任认定 肇事司机庄伟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油路灯 当时晚上驾驶 你应当能共产到前面的情况的 这个在路面的情况还属于共产不了 而生前醉酒闹事 倒地不起的王正斌 也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这位习人家 是不能在车行楼上面 住屋 习楼 逗留的 出事时王正斌38岁 李吉慧是他的同居女友 两人生有一个四岁的儿子 以往三口人 一直住在王晋升老两口的家里 现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突来的变故 让一家人都陷入了悲痛 谁知道王正斌去世五个月后 李吉慧突然把王晋升老两口告上了法庭 李吉慧撞告两位老人 诉求只有一条 从王家接走 他和王正斌所生的儿子小纯 独自抚养 我希望孩子能跟我生 我主要是为了孩子好 对不对吧 孩子这么点没有爸爸了 不能再没有妈妈了 莫名其妙地成了被告 老两口都感到难以接受 老人说 2014年9月儿子去世四个月时 李吉慧就把小纯扔给他们出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 李吉慧一回来就打官司 想要走孩子 老两口所说的这笔钱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正斌车祸身亡后 检查机关以涉嫌交通肇事罪 对肇事司机庄伟提起了公诉 王晋升老两口和孙子小纯作为原告 也对庄委及城堡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 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 2014年8月29号 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 首先对这起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部分 进行审理 并做出了判决 死亡赔偿金 金城府已经 被赴养人生活费 上账费 处理交通事故人员的 务工费和交通费 总额加起来应该是在76万多 依照判决 保险公司支付了76万多元 赔偿金中的65万元 其余的11万多元 则由肇事司机庄伟承担 对我来说 一个上班族的政治 当然是比较多一点的 毕竟把人家的生命结束掉了 这个赔点钱 我自己心里面 认为还是感觉比较欣慰一点 2014年9月3号 洪泽县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庄伟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六个月 当时王家人提起民事诉讼时 李集会作为原告之一小纯的母亲 也以原告法定代理人的身份 参加了庭审 但其实判下来的这76万多元赔偿金 是不包括李集会的 李集会他跟王仁明不适合法夫妻 他只是孩子的母亲 从各项赔偿馆当中 也应该是他的法定继承人去继承 你集会他跟他没有关系 他不应该继承这个费用 按照法律规定 王正斌的父母和四岁的儿子小纯 是王正斌的法定继承人 76万余元的赔偿金 应该由三个人平均所有 但老人心疼孙子 在拿到赔偿金后不久 就把二人名下的大部分钱都存进了小纯的账户 把这个为了账 接着一换 撑个的钱 我就撑个工作工的备用 两个小业子 两位老人认为 如今小纯名下有近六十万元的存款 如果李集会把孩子带走 今后这笔钱的去向就失去了控制 以后能不能花在孙子身上 还很难说 而李集会也承认 儿子一直在王家生活 祖孙之间的确有了很深的感情 但这次他打官司要求带走儿子 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他们毕竟年纪大了 对孩子教育啊 孩子成长方面 都是不是很好的 哪个孩子不想跟自己的妈妈在一起 哪个做母亲人都对自己的孩子差 我不是为了钱 我就想孩子好 但是对于李集会的这个说法 王晋升老两口则表示 他们不相信李集会 他们觉得李集会才不会带好自己的孩子呢 加油就是修夸修夸 把你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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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帮你 你这个下人是人 李集会起诉两位老人 要把孩子带走自己养 他到底是为了钱 还是真的为孩子考虑呢 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此外 王晋升老两口表示 他们不放心把这孩子交给李集会 因为他们还有更深的顾虑 老两口说 其实李集会刚进门时和他们处得还不错 原来小儿子王正斌因为坐过牢 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 三十多岁了还没成家 这成了老两口的一块心病 直到2009年 去南京打工的王正斌 把女友李集会领回了家 此后李集会就在王家住了下来 王家人也摆了酒席 算是把李集会迎进了门 但是两个年轻人一直没去领结婚证 主要是那边没断下来 不好理 原来李集会来王家前 在南京已经有了丈夫 两人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李集会哭诉 丈夫有了外遇后经常打她 她才从家里跑了出来 后来她结识了王正斌 两人觉得挺合得来 就生活到了一起 2010年的除夕 李集会为王正斌生下了儿子小淳 李集会也开始真正融入了王家人的生活 可是在李集会生下小淳几个月后 她和老两口的关系却变得紧张起来了 王家人说 每天都是老人去幼儿园接送两个孩子 李集会是不管不问 而且小两口还肯老 他俩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有三四千元 但这些钱从来不给孩子花 他上班货完就完 所以他那个爹的官员 都是我们老公的爹子 小胡云 都是我们老公的 他们俩都喜欢打牌动钱 他俩一直都没什么 有点钱就输了吧 超年货就完了 面对这些指责李集会辩解说 王家的两位老人没有收入 两个孩子都还小 他为了能早点出去上班赚钱养家 才很早就给儿子断了奶 由于平日工作很忙 接送孩子的事只能托付给老人 尽管自己喜欢打牌 但他挣的工资 大部分还是用在了家里 2014年12月9号上午 洪泽县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这起争夺未成年人抚养权的案件 在庭审中孩子到底由谁抚养 双方都不肯做出让步 在随后的庭审中被告方出具了一份材料 他们表示这份材料足以证明李集会虽然身为人母 但其实他已经失去了抚养孩子的资格 这是一份签订于2014年9月26号的协议书 有当地村委会的见证 签字的一方是小纯的爷爷奶奶和大伯 另一方则是李集会 这份协议书首先规定了小纯名下赔偿金的管理和使用方法 最为重要的是商定了小纯由爷爷奶奶来抚养 以后如果老人没有能力抚养了 则再由李集会和孩子的大伯 共同商量抚养事项 此外两位老人还答应给李集会五万元钱作为补偿 被告方认为这份白纸黑字的协议书 双方都自愿签了字 李集会也认可了由老人抚养孩子 而且他拿走了五万元钱 说明已经放弃了对孩子的监护权 如今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对此李集会表示 这份协议书不是自己的本意 不能算数 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 法官也是左右为难 原告李集会身为母亲拥有对小纯的法定监护权 他带走小纯抚养是由法律依据的 但如果照此判决和强制执行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 由于这个刺激到未成人的人生 不能强制 直接强制 将来就很难做到暗机饲料 法律效果并不是很好 就是将接触 激发双方的矛盾 不利于未成人的这个进化成长 李宾先生 是不是同意在法律侦族之下进行调演 对我发现 李宾先生 就不同意调演是吧 对我 我不同意 本案休庭时 法官并没有当庭做出判决 这个案件啊 没有就是极限司法 这个救案办案 而是呢 邀请了我们这个傅宁等同志啊 内心细致的 做这个原告相关的工作 经过多方努力 在案件休庭的当天 原告李集会同意有法官主持 为他与被告进行调解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之下 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了一份协议 该协议依法规定 原告李集会对儿子小淳 享有监护权和抚养权 并委托两位老人监护抚养孩子 直至其小学毕业 达成调解协议的当天 李集会和王家人一起去了幼儿园 与儿子见了一面 自2014年9月 李集会从王家出走后 母子俩已经四个多月 没有相见了 都说是为孩子好 又都有无能为力的地方 这就是现实 法律的规定 没有办法穷尽一切可能 遇到这种具体的案例 就只能根据现实的情况来判断 注意 这起诉讼 它不是判决 是调解 调解的意思就是 双方都要做出妥协 妥协的原则是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逼着孩子选择爷爷奶奶和妈妈 哪个更亲 是残忍的 不领结婚证 就过日子 生孩子 是不负责任的 可是如果孩子已经来到人间 那就得好好想想 我能为他做点什么 别让他因为大人的过错 受伤害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